各位新老朋友们中午好 欢迎来到主力逻辑栏目 现在是2022年2月9号 今天上午已经收盘了 我们来看一下旁面情况 今天领涨的方向来自于中小创新 中小盘题材方向今天涨得比较好 上升指数上涨了0.4% 深圳城市上涨了0.68% 而创业版方向才刚刚翻红 创业版50还是下跌的 说明今天宁德时代继续有一个下跌压制的动作 上正50方向今天表现稍显弱势 今天这一个走势上午告诉我们 整个方向是属于题材走强权重走落 而这个权重走落的背后呢 我们从交易层面去分析 也就是说市场当中的主力机构大作手 一直有对金融衍生品拿捏的死死的 这么一个动作怎么拿捏的呢 就比如说中正主联这个方向 昨天就开始出现了一个逆转大涨 今天是继续延续上涨 对于做股指期货人应该知道 中正主联方向呢 很难受到某几只权重工具股的摆布 因为它是一系列的500只股票 比较平均 所以说这一个方向 它在整个股指期货当中跌跟涨 都是比较明确的 不容易受到一些权重工具股的影响 但是在上正主联包括像护生300方向就比较难了 因为这两个方向它都是有权重工具股进行影响波动 那么今天权重工具股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比如说像中国平安 今天上午的时候一度是出现一个拉升的 但是一旦其他的品种拉升 比如说像您的时代在这个地方拉升的时候 我们就会神奇的发现中国平安就立马跳水了 当中国平安再度起稳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您的时代又开始跳水了 并且在今天上午的时候临近收盘上涨指数 又重新回到了0.4%的上涨 我们可以看到中性证券立马就出现了一个小幅度的跳水 这个现象就是告诉我们几个权重工具股被大作手进行做一个互相之间的敲敲板效应 或者说是错峰的逻辑 这是导致今天主板方向没有走强 而资金去追逐了中小创新方向的一个原因 或者说是一个现象吧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在今天上午我们实战直播当中我们有讲到 昨天晚上的时候啊 据消息人士透露 说外媒报道昨天下午我们国家队的资金进场就是了 那么这个是不属实的 因为这一则消息报道之后啊 那么对于昨天外媒报道资金去买金融方向的券商股 那么你想想看 这则消息报道之后 然后我们说这是不属实的 那么今天券商它就很难有很强势的表现了 因为如果说今天继续很强势的表现 不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吗 那不就是坐实的这个外媒说有国家队资金进场吗 所以说这就是今天市场一个盘面的变化 但是又得去维持目前市场的一个多头形态 怎么办呢 那么今天的资金就开始去攻击了整个题材方向 比如说今天题材当中涨得最好的是什么 是来自于国家一直在刹导的整个的数字货币方向 所以这个方向的一个走向找盘 我就看到有几个品种是属于快速的涨停的 比如说像这个创实科技 包括熊弟科技 这些都是快速涨停的 那么这个动作里面的话 摆明的就是有一部分的主力机构的资金 在这里做多的 所以今天走的好的方向 都是一些题材类的品种 那么这个题材类的品种 有没有延续性呢 得看明天 因为我们讲的目前的整体的行情 单纯靠题材 是很难拉伸上去的 题材方向当中呢 目前还是有一些龙头品种走得很强的 比如说 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的像这一个脆微股份 它是出现了一个穿刺 再度穿刺之后 你看又是出现了一个四连板 那么对整个题材是有一定的带动作用的 好 讲完这个点之后呢 我们对于整个指数来做一个分析 大盘指数今天上午走得比较弱势 但是呢 总体上它还是上涨的 并且今天已经是开始冲击时均线了 到今天售盘之后 如果说站稳时均线 整个市场的态势还是会继续向上走的 今天的量呢 相较昨天也是略有放量 这两天我们看市场的一个转折点啊 还是重点去看一下 什么时候整个两次的成交额再度突破1万亿 因为春节前后市场的成交量都是比较萎靡的 很多人还没有完全从假期当中恢复过来 所以说在交易上的话 也会对整个指数成交量方向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这个指标1万亿 大家可以自己去关注一下 一旦到了1万亿 然后又重新站上了持均线 那就意味着整个市场这一波的下跌 形成了一个逆转向上 今天创业版指数呢 也是没有说延续下跌 但是这一个走势啊 也没有说确定它已经完全走强了 还得去观察宁德时代的一个动向 在交易热点方向的今天题材已经上涨了 很多品种呢 要表现好的已经该涨的已经涨上去了 那么我们认为还有一个方向值得关注的就是 我们这两天强调的一季度稳经济的一个大基建的方向 我觉得这个方向今天并没有说有特别强势的表现 前两天市场反攻的时候有强势表现 那么在今天市场去做了一些数字货币方向的题材的时候 这个方向它是有一定的调整的 那么调整的过程当中啊 再去观察这个方向 我觉得是有一定的时机的 大家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 今天上午我们可以看到重庆建工 是再度暂停了 已经是出现了三连板 然后在宁波建工今天上午的时候 也是有一个直线的拉伸 在整个大基建方向还是有一些品种 都是出现了三连板的 我们来看除了这个方向还有 汇通集团三连板了 这是一个次心股啊 往往更强势 中国海城也是三连板 包括浙江箭头三连板 那么有很多的三连板之后 对于整个大基建方向的热点的话 会有一定的刺激效应 好讲完这个点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市场当中的主题方向 也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的券商板块 券商板块 按道理来说 昨天的一个上涨之后啊 如果说没有那一个澄清的消息 市场容易一股作气 一股作气做多呢 重点就是比如说昨天涨停了国联 它今天继续快速的充板 那么就能带动整个人气 但是今天虽然说 券商没有强势的表现 但是个股呢 基本上也都是涨跌互线 时不时的会有一些超跌的品种 冒出头来涨一下 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大气候的上涨 但是整体的表现也没有说特别的弱势 这跟目前A股整体处于一个低位回升的状态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目前的市场的状态就是主力机构对于金融衍生品市场还是有一定的拿捏 但是整体的方向呢是向上的 这个拿捏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今天上午市场一度是出现了一个 户股通资金冲高回落 然后深股通资金开始持续的买进 但是到现在为止又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深股通的资金在今天上午10.40分钟的时候达到一个顶点 然后出现了逐步的回落 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阶段的时候是题材品种 很多品种都出现了涨停的 那么从这个点我们可以看出什么注释马迹呢 也就是告诉大家 题材品种接下来依然不会是市场真正的主题方向的 市场的主题方向还是会是在互股通的这一个方向 因为年报期接下来很多的题材品种 无论它涨得有多高 只要你短线上不能够做好快进快出 一旦有业绩暴雷就会有比较深刻的影响 今天之所以做去做题材 我已经讲过了 这跟昨天的这个消息澄清是有关系 那么你说我的资金进展都是在买这个券商为首的金融类吗 那么你看今天我就没涨 那么今天就涨了题材方向 好那么我们最后再来讲一个点就是关于 昨天晚上我们特意发布了一个 足利逻辑的特别版 也是阴眼宏观讲新能源产业链的第三期 讲这个方向的原因就是很多粉丝给我留言说 这一个新能源产业链当中 一直持有着这个理矿方向 但是最近的话也都伴随着宁德时代继续调整 心里非常的恐慌怎么办 所以我昨天就把那一堂课给讲了 讲的重心就是告诉大家 理矿方向在年报业绩也好 包括今年一季度也好 业绩都将是维持大增的 这就属于当新能源板块在宁德时代 不断下跌或者大杀跌的过程当中 无差别下挫的同时 它是会把一些优质的品种给挫杀的 那么高手往往会容易在这一种无差别下跌当中 去选择优质品种的价值区间 价值区间为什么不讲价格区间呢 因为价值区间和价格区间它是有区别的 当这个品种它有很强的价值的时候 并不代表说它一定就立马就会涨 因为市场的上涨还会受到热点的轮动 包括情绪的影响 宁德时代持续走落 那么整个新能源板块的情绪是低落的 这个时候呢 即便很有价值 但它也不一定会立马就涨 它会积累在后续整个板块出现热度的时候 呈现爆发式的上涨 这就相当于一个人 他非常的努力 他具备成功的条件 但不意味着他马上成功 他可能会经过很长时间的一个磨练 折服之后 忽然间成功 就是一鸣精能 那么股票很多时候也是这么一个逻辑 那么不管怎么样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里矿方向 是出现了一定的上涨的 但是这个上涨呢 我们可以看到不是特别的稳固 比如说今天上午西藏宽业封板了 目前又已经打开了涨停 那么像这个天华超进 今天上午一度是拉升的 目前又翻绿了 这一系列的现象 均表明 目前整个新能源产业链 还是跟宁德时代的涨跌 有非常大的联动性 因为宁德时代今天上午的时候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 一度是出现了一个拉升 拉升之后 目前又一个跳水呢 那么也就影响了整个新能源板块 那么什么时候会摆脱宁德时代的 这个涨涨滴滴的动作呢 那就得看宁德时代 什么时候在这一个地方 出现了一个类似于 这一个阶段的横盘震荡 当大家确定了 它是在横盘震荡之后 那么其他的优质的品种该表现 它就会表现了 对于今天里矿方向的一个表现 还有像孤矿方向也是有一定表现的 其实这些方向 他们的业绩表现得非常的好 价值已经存在了 后续就是看一个时间 跟时机节点的问题 很多人想 那我等到它时机节点爆发的时候 我再进去 那么我想告诉你 没有人能做到这么好的事情 因为很多时候 如果它真的爆发 很有可能就是 忽然间就来了一个 涨停潮 就比如说今天的这个数字货币 昨天晚上公布了 这个数字货币利好 今天很多的品种 直线就拉涨停了 基本上就是 前五分钟的交易时间 那么你是很难把握住的 那么如果说你真想靠这个方向 那只有一种逻辑 那就是埋伏在这里 对于今天像清藏系 像比如说西藏矿业 这一方向涨得好 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 是我这两天没有讲到的 我再讲一遍 碳酸里价格大涨 它对盐湖体理是利好 因为我们讲这个 里资源分为两类 一类就是里矿方向的体链 还有一个就是 盐湖方向的体链 碳酸里大涨 那自然就会利好 盐湖方向的体链 因为盐湖方向的成本 相对是比较低的 好了 今天中午的课就讲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收听 听到这个地方还在的 记得点赞 我们今天下午再见